学礼明是在讲最重要的 要学怨亲 你的平等心才能信心 你能够学财 学法 学无畏 你得清净心 你能够学怨亲的 你得平等心 所以亲近平等觉 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在这一部经上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 亲近平等觉 是阿弥陀佛的别名 那我们要想学佛 成佛也跟阿弥陀佛一样 那没有别的 你懂得是 懂得是谁 你就能做到 什么都能学 这里头最重要的 你要能学烦恼 你要能学妄想 你要能学分别 要能学执着 我有一样不是 纯净 纯善 先前 这个时候 别说是 弥陀净土 受访一切 祝福净土 你想到哪里去 就能到哪里去 感应道教不可思议 纯净 纯善 是从失识里面带来的 我常常劝勉同学 决定不要把人家 独善的东西 放在自己心上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你不但不能舍 专门就收集 收集什么呢 收集啰嗦 所有一切众生 不善的 统统收在自己心里 你说你多苦啊 你多可怜啊 你的果报不好啊 肚子散途啊 所以要懂得是 一切众生 这个人所不善的 统统是 要保存善 你才能 真正修成 善心 善行 那你的果报 在三善道 这还不是究竟法 真正究竟法 食物 不住食物的相 修善 不住修善的相 你才得真正清净心 那叫纯净 那叫纯净纯善 古报 不再流道啊 超越了 不但要超越流道 要超越舍法界 下纯善 下纯善 就去出声了 来吧 太纯善 参加 订阅 下纯善 下纯善